各位五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大家好 欢迎看到秒三数学Mathematic的教学影片 上一部影片我们完成了单元三前臂 然后这一部影片是讲关于时间与时刻 时间与时刻它前面这一个单元相隔时间 就是说两个时间里面开始和结束之间相差了多久 这也是五年级数学里面最难的一个部分 所以看了第一次之后觉得还不明白 可能要看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看到你们明白为止 好来看116月的第一题 第二届居然国际慈善日在2019年9月14日 上午8时开幕至次日下午60结束 此节吃三日历时多久 这边它一定会给你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的 开始的时间是2019年9月14日 上午8时 这个上午8时我会直接跟它换成24小时计时法 就是0800 然后吃热 吃热就是过了一天的意思 60结束所以它就是2019年9月15日过了一天就是15日 它的下午6时我会直接跟它换成24小时计时法 就是1800 那么这两个时间开始和结束它们历时了多久 OK我先看那个9月14日的 从上午8时到9月14日一整天的结束 我就拿24小时因为一天有24小时 减掉0800就是代表那一天过了16个小时 然后另外一天15日 15日是从这一天的开始到上午60就是1800 所以是从0开始加1800 所以过了18个小时 两天里面16加18就过了34个小时 34个小时你们跟它换去天和小时的话 就是一天10个小时 接下来看它的第二题 这题很直接哦 它直接给你两个时间两个日期 是1时25分AM和它的日期是28号2月2020年 到3025PM 它日期是3月1号2020年 这两个时间开始和结束相隔了多久 首先我们先看那个2020年2月28日 它是11时25AM 我会直接跟它换成24小时记事法 就是1125 所以这一天里面 从1125到这一天的结束 它是过了多久 我就拿24小时减掉1125 如果那个分钟那边 零不能减25的话 你们要跟小时借 借1小时也等于借60分钟 所以60减25等于35分钟 然后24小时借了 变成23小时咯 23减11就是12小时 所以这一天是过了12小时35分钟 然后我们看那个3月1日的 3月1日的它是到3025分PM 跟它换成24小时记事法的话 就是1525 所以这一天开始到1525 它总共过了15小时25分钟 可是这边中间有一个东西 你们要记得 就是这个2020年 它可以除市 如果它除市是没有余数的话 代表这个2月是有29天的 所以最后我们要把这一天加回去 首先2月28日的12小时35分钟 加2月29日的一天 再加上3月1日的15小时25分钟 全部加起来一共是两天4个小时 OK刚才第一题和第二题 我们是看相隔多少小时的 然后第三和第四题 我们是看相隔多少天 OK第三题 从国庆至马来西亚日 有多少天 OK就是开始是国庆日当天 然后到马来 结束马来西亚日 是9月16号当天 OK这个我们要一个月一个月去看啊 首先8月份国庆日当天 8月31号是一天 然后9月份9月份1号到16号 就是16减1 最后你们要加回1下去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1号当天也要算的 所以是9月份有16天 所以8月31到9月16号 就一共有17天 OK然后第四题就复杂一点点 2021年1月15日至2021年4月18日 OK首先哦 你们要看一个月一个月开始 一个月一个月去看啊 1月15日到1月的结束那一天啊 一共会有多少天 1月大2月小 大就是有31天哦 1月大1月有31天 所以我们拿31减掉15 再加1 所以1月份已经过了17天 然后2月份 2021年它是不能够出事的 它出了事它是会有余数的 所以有余数的话代表那个2月份只有28天 所以2月份有28天 然后3月大 3月有31天 到最后一个月份 4月份 4月1日到4月8日 就是8减1加1等于8天 所以这个4个月份的天数加起来 就会有84天 这边下面有4题练习 我们先看第一题 7月13日40pm 至7月14日10pm 例子相隔多少小时 首先它的开始是7月13日 40pm我会直接换去24小时祭祀法 就是1600 然后它的结束是7月14日10am 换去24小时祭祀法就是1000 OK我们先看7月13日当天 从1600到这一天的结束的话 历史过了多少个小时 我就拿24减16 等于8个小时 然后看14日这一天 这一天的开始到1010am 过了多少个小时 我就拿0加10 1000 就过了10个小时 那么两个加起来 8个小时加10个小时 就是18个小时 然后来看第二题 9月29日0915 这里它直接给你们24小时祭祀法了 那么就方便很多 到10月2日0515 过了多少天 多少小时 注意啊 它这里要你们最后把答案 变成天和小时的 OK 所以我们从它的开始 9月29日0915 这一天到结束过了多久 我就拿24小时减掉0915 那个0你们减不到15的话 要跟小时戒 戒1小时等于戒60分钟 60减15就是45分钟 然后23减9就是14小时 这一天过了14小时 45分钟 然后我们看10月2日的0515 从这一天开始到0515 就是过了5小时15分钟 可是你们要注意啊 因为9月它有30天 然后9月的那个30日的话 你要加下去一天 然后10月的1日那边也是有一天 这一天也是要加下去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14小时45分钟 加5小时15分钟 一共有20个小时 然后你要加上那个9月30日 跟10月1日的两天 所以答案就是两天20小时 接下来第三题 2021年7月31日 至2021年9月10日 这两个开始和结束过了多少天 一个月一个月看啊 首先7月31日当天 7月只有31天 所以那个是最后一天 那个算一天哦 然后8月份有31天 接下来最后一个9月份 就是9月1日到10日 这边有多少天 你就拿10减1然后加1咯 所以这个9月份有10天 1天加31天加10天 就一共是42天 然后第四题 2020年11月10日 至2021年3月30日 OK 这个11月开始看啊 11月10日至它的11月尾 11月一共有30天 所以我们就拿30减10加1 这11月过了21天哦 然后12月的话是有31天的 到2021年的1月 1月开始 1月是有31天 2021年的2月 2021年它不能出事哦 它出了事它会有余数 所以这个2021年的2月 只有28天 到最后一个月份 3月3日 3月1日到3月3日啊 我们就拿3减1加1等于3天 所以将这5个月份的天数加起来 就一共有114天 接下来看118月 看它的例子第五题先啊 它讲2019年端午节 至2020年端午节 共多少天 这个要一年一年去看哦 首先2019年6月7日开始 到这个6月的结束啊 1月大2月小 3月大4月小 5月大6月小 6月小就是6月只有30天 6月7日到6月30日 一共过了多少天 你就拿30减7加1等于24天 OK 接下来2019年 这个年份它还有7月 8月9月10月11月12月 还有这几个月份 这几个月份都要加起来 一共是有184天哦 下一年2020年 1月1日到5月31日 一共有152天 为什么会有152天 因为哦 你要注意2020年 它可以除市 所以这个2020年的2月 是有29天的 OK 自己去check一下啊 然后最后 2020年6月1日到它的结束 6月25日 你就拿25减1加1 就是25天哦 这样这些天数 你算到的全部加起来 就一共会有385天 OK 接下来下面有4题 先看第一题 2019年8月9日 至2020年5月3日 首先从2019年8月9日 这个8月份 先看完这个8月份先 8月9日到8月份有31天 所以就是31减9加1 这个8月份过了23天 接下来2019年 接下来2019年还有9月份 10月11月和12月份 这4个月份 这个4个月份 30天加31加30加31 一共有122天 到下一年2020年1月1日到4月尾 4月30天 所以就是31加29加31加30 OK 要注意啊2020年它是可以除市的 所以这个2月份有29天 所以我为什么 我会加29 OK 然后到最后一个 2020年5月份 5月1日到5月3日咯 所以只有3天罢了咯 3减1加1等于3 这4个天数加起来就是269天 然后看第二题 2015年11月29日至2016年3月2日 OK 先看2015年11月29日啊 这个11月份一共经历了多少天 11月有30天 所以就是30减29加1 所以这个11月份是过了两天 然后2015年的12月份 12月份有31天 然后接下来就到2016年了咯 2016年的1月1日到它的2月29日 OK 为什么2月会有29日 因为它2016是可以除市的 除了市是没有余数的 所以这个2月份会有29天 所以31加29就过了60天 到最后一个 2016年3月1日到3月2日 两天咯 2减1加1等于两天 将这全部天数加起来 你们会算到95天 到第三题 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19日 OK 先看2011年5月1日到2011年 它的年尾啊 月底 12月31日 这边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一共有8个月份 所以是一加起来 全部是有245天 然后 2012年 2012年哦 它是可以除市的 除了市它是没有余数的 所以这一天它是有366天 OK 然后到2013年 我讲 讲回去刚才啊 为什么它会有366天 因为它的2月份 有29天 OK 然后到2013年1月1日至5月31日 这边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5个月份 一共有151天 到最后一个 2013年6月1日到6月19日 19减1加1等于19天 所以全部加起来就一共有781天 然后它的第四期有点复杂 2021年9月24日到几时 它们会立时85天 OK 首先我们从2021年9月24日到9月尾啊 9月一共有30天 所以就是30减24加1 到它的尾就会有7天咯 9月份过完了会有7天 接下来我们看10月份会有31天 11月份有30天 30加31就是61天 OK 这个三个月份啊 9 10 还有11月份 加起来 就过了68天 OK 它讲 它要相隔85天咯 所以我就拿85减7减61咯 我还差17天 那么我就从12月1日开始 到12月17日 就是17天咯 所以那个答案就是2021年12月17日 OK 最难的部分已经过了 所以到下一个小单元就是 时间单位的换算 OK 看例子先啊 第一题 四分之三小时 它要你换成分钟 一个小时有60分钟 所以你就拿四分之三 乘60 上乘下出 你就会拿到45分钟 OK 忘记了上乘下出是什么的话 看回去分数的那个影片啊 好 来 第二题 八分之五天 换去小时 一天有24小时 所以就拿八分之五乘24 上乘下出咯 就会拿到15个小时 第三题 一又六分之五年 这个是个大一分数 OK 你可以跟他换去假分数来做的 一又六分之五就等于六分之11 然后一年有12个月 它要你换去多少个月 所以你就乘12个月 上乘下出也就拿到22个月 最后五分之四个年代 一个年代有十年 所以它要你换去年的话 你就要乘10 五分之四乘10 上乘下出你就会拿到八年 然后这个第五个例子 它要我们把二又二分之一个世纪 换成年代 还有将它换成年份 OK 首先你们要知道 一个世纪等于100年 然后一个年代等于10年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二又二分之一 它是一个代分数来的 跟它换成假分数就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还有一个忘记你们讲 一个世纪等于10个年代 OK 这样我要换去年代的话 我就乘10咯 上乘下除就是25个年代 OK 现在我要将它换去年的话怎么办 我也是一样的 二分之五乘 一个世纪有100年我就乘100 上乘下除的话就是250年 OK 这是答案 然后它下面有四题 先看第一题 十分之七小时 换去分钟 OK 一个小时有60分钟 所以我就 乘60 OK 上乘下除有0割0 6割1个0 10那边也可以割1个0 然后7642 所以答案是42分钟 第二题 四又三分之二天 换去小时 首先四又三分之二天 也等于 三四十二 十二加二等于 十四三分之十四天 三分之十四天换去小时 我就要乘24小时 OK 上乘下除 如果可以越减呢 我们也可以做越减先 三一三 三八 二十四 OK 十四乘八 就是一百一十二小时 第三题 五又六分之一年 OK 一年有十二个月 那么我就乘十二咯 OK 可是我想先将那个五又六分之一 变成大一分 假分数先 五六三十 三四加一等于三十一 所以是六分之三十一年 换去月我就乘二 乘十二 OK 上乘下除 如果可以越减 我们就先越减哦 六一六 六二十二 三十一乘二 所以是六十二个月 第四题 六又四分之一个世纪 OK 带分数啊 跟他换假分数先啊 六四二十四二十四加一 二十五四分之二十五个世纪 OK 它要我们换去年 一个世纪有一百年 所以就乘一百咯 OK 四一四四乘二十五等于一百 所以二十五乘二十五 就是六百二十五年 OK 这就是四题的答案 刚才你们看了分数的换算 然后它这边有小数的换算哦 小数就是有小数点啊 首先 先 第六题 0.3个小时 会有多少分钟 一小时有六十分钟 所以拿0.3乘60的话 答案就是18分钟 第七题 0.25天 天换去小时 一天有24小时 所以拿0.25乘24 就会有六小时 第八题 0.5年有多少个月 一年有十二个月 所以0.5乘12就会有六个月 第四题 0.4个年代有多少年 一个年代有十年 所以0.4乘10的话 就会有四年 然后第十题 1.7个世纪 会有多少个年代 一个世纪有十个年代 所以1.7乘10 就是等于17个年代 第八题 第十题 8.02个世纪会有多少年 一个世纪有100年 所以8.02乘100年 就是802年 然后下面十题 2.9小时换去分钟 1分钟有60 一个小时有60分钟 所以2.9乘60等于174分钟 第二题 0.125天换去小时 一天有24个小时 所以0.125乘24 等于3个小时 第三题 1.25年换去月 一年有12个月 所以1.25乘12等于15个月 最后一题 0.8个世纪换去年代 一个世纪有10个年代 所以0.8乘10等于8个年代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121页 它是一个游戏来的 这个你们自己玩啦 不陪你们玩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